表示AZ疫苗出现了假货 今年七八月有已经在印度和非洲都发现了假的AZ疫苗 WHO认为说假疫苗会对于全球防疫造成严重的威胁 呼吁世界各国要尽速查清而且要消除假货 印版AZ疫苗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平台发送的主力疫苗 不止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收到硬版AZ疫苗 加拿大也拿到不少 印度的疫苗外交包括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等 获赠的也全都是硬版AZ疫苗 让WHO担忧假疫苗会让疫苗覆盖率出现破口 国际刑警组织则是在南非和中国大陆发现假疫苗 另外在墨西哥和波兰则是发现辉瑞版的假疫苗 墨西哥和波兰的受害者花了1万美金 约新台币28万竟然注射到假疫苗 美国则是在各地发现假的疫苗卡 约六成的美国大学要求学生打过疫苗后才可以入学 导致假疫苗卡热销 美国人情愿花4万2买非法的假疫苗卡 也不肯去打疫苗 让美国主播也无法理解 虽然联邦调查局积极追查 但假疫苗卡在网络上层出不穷 只会让美国的防疫有更多破口 记者会珠总统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